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的是涼拌茄子的作法 需要的材料有 茄子两条 辛香料是葱一根 辣椒一根 蒜头三瓣 香菜适量 酱汁 酱油一大匙 味淋一大匙 香油一小匙 糖一小匙 做涼拌茄子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尽量保留茄子的颜色 所以一开始要准备一大碗水 水中加入一大匙的醋 然后茄子切成一段一段的 每一段再对切成两片 放入醋水中浸泡五分钟 这样蒸出来的茄子才比较不会褪色 第二个重点 因为茄子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需要加热辛香料跟酱汁来提味 首先将 辣椒汽籽切丁 香菜切末 葱切成葱花 蒜头拍碎 切末 然后全部放到碗中备用 现在来调酱汁 酱油一大匙 味淋一大匙 糖一小匙 香油一小匙 现在来蒸茄子 蒸锅的水烧开 放入茄子 蒸五分钟 五分钟到了 哇颜色还蛮漂亮的 用筷子试一试熟了没有 然后起初放凉 再撕成长条状 再撕成长条状 起锅下油 爆香葱 蒜 辣椒 加入酱汁 烧开和淋到茄子上 然后搅拌入味 清爽的凉拌茄子就做好咯 大家有空可以做看看 如果我们把酱油改成鱼露 香菜改成九层糖 那就会变成泰式风味的 凉拌茄子 我们还用整个鱼露 早饰